三个队员没来嘛 我看到每个队就我们虽然人最少 我们队已经被清点为第三和第四名 这总之球队了 没把咱们队完全放在眼里 我不知道他们哪来自信呢 但是我们觉得我得觉得我们得好好打 从现在开始我会稍微严格一点 给他们打脸吧 还没有开始打比赛就让人看扁了 用胜利去打他们的领包 咱们需要有一两个双C 双C就是说第一个队打第一场 第二队打第二场 这两个队有队长和核心 我们一人带一个队 一个是中心 中心 核心 一个是队长 队长 我给你们提上这个先 你俩一人带一个队 踢脑 踢脸 算了 能踢脑门上吗 踢车 行 你们俩还是一人选四个队友 蒋带 蒋建联 马队强 陈哥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训练了 走 帮着他 上去 上去 强度 防守强度 来 藏林 你这防守 你不要根据别人眼神防 你是篮下 你是最后一道防线 你站着的时候你千万要盖帽 好球 大师 把球打进 你是这里最大的中锋 你要记住了 把球打进 走 这球都打不进 来 防守 你让点你放吧 干嘛呢 打什么玩意 过来 第一你 你在篮下的时候 菜能吃黄了 就比如说别人一突破 你就上来了 别人一分没了 你得黄他 你是我们的最大的内线 你的防守很重要 包括比你进攻还重要 一个球队防守好不好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内线的 护荒能力 篮下让别人有你 不敢进去 你要有这个能力 我这比较认真 既然我到这个地方来 我这个职位是带领他们打比赛 我就要去全力去周胜 郭奥伦教练平时给我的印象 在生活底下就是比较搞笑 但在场上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特别的严厉 就像老师一样 他这么训练我们 肯定是也是拿CBA的标准 在鞭策我们 教练都这么努力了 我们没有任何力路不去努力 发挥 发挥 喂 干嘛呢 拿球啊 你积极点 黎章林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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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今天做的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 打的时候我觉得 他的身体素质和那个 身材的那个优势 没有体现出来 做的还是照我的预想的 有一些差距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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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啦 回来 发挥 停 你的态度 你要往高水平打 真不行 我得看到你那猛劲 进攻防守两段 你都不猛 现在 你内线甚至都不用于太聪明 你都不需要聪明 你有这个猛劲就行 你现在没有 人家可以在这边 还可以随便上篮 我看你履历 但是我觉得你打到这个 今天这个积极性不行 配不上你这个精力 其实我就觉得 你就有点要说 大蛇这个人 他首先是一个性格 比较沉默寡言的 他其实本身是有伤的 但是他也是一直在坚持 默默坚持 因为我从CUBA到现在开始 脚踝的情况 就一直不太乐观 然后就特别的僵硬 和酸痛 有时候站的站不住 其实今天训练 我都是硬着头皮去完成的 你为什么你都不说 因为咱们今天训练人 只有10个人了 那我下了怎么打5打5 这对于我身为一个队长来说 就是也当然也辜负了他的期望 但是这个 好的 接下来我们的第二场比赛 将由预定一整季赢下每一场的 黄金迷你小轮子队 迎战三分大帽 与连下一整季的三分我最威队 那么两位女领队 请递交你们的首发队员的名单 首先公布的是郭艾伦教练的首发小队 请出列 他们是蒋帅 黎张霖 阮立成 张电良 郭艾伦 阮政宣 陈泛男 安云鹏 不是吧 我觉得他第二阵容会比 这一阵强吧 朱芳宇教练的首发小队请出列 他们是最强阵容 他们分别是张展宇 王晶 张楠 张震虎 张震虎 蔡晨 刘玉涛 王雪峰 王雪峰 这个真的没关系了 两位女领队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彼此加油 然后不要难过 我的肩膀永远给你靠 这是在提前安慰对手的意思吗 那就让我们一起笑到最后吧 请双方出战的球员和领队握手示意 好慢点啊 张震虎身穿蓝色灌篮衣服的就是黄金迷你小车轮队 绿色灌篮球衣的就是三分围队 比赛开始 好 好 好 一上来 阮金轩在中心的位置 换枪球到左侧这一下 球差点没拿好 队友 看看中距离 江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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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投篮有点帅 2比0 走 走 张震虎拿球 传给张楠 张楠 张楠被包夹 传球给到蔡晨 背战金轩给断掉 好强 好强 一上来先得分的一方 果然气势不太一样 又是将帅 这下对抗之后再出手 短了 回忆 回忆 这个也展示了王金 在防守身体方面 一个很好的展现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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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掩护 这一次张战虞 看看有点犹豫 内线 两位大哥刘一涛 蔡晨 蔡晨这一次出手太长 里面 里面一个 看看回过来之后 这边也是内线有优势 张念良突破分球 给到内线的黎章林 打球黎章林 将球打进 4比0开局 来自黎章林 外轮4比0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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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一 没防 没防 不敢叫低位 这一次 刘一涛 面对 蔡晨这边没人防 可惜蔡晨这次没打进 但是 刘一涛抢到篮板球 刘一涛再来 2米10的身高 防守时候找人快一点 也是在篮下 在这样的近距离 得分的方式非常的容易 看开 打不了 而这边 也是要来打低位 漂亮 张念良 今天这一场 毕竟是两边内线球员的直接对话 和一个超高水平的较量 我就得跑虎 你将看了 太过量了 凌鸽